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甜跟干不一样 这个干我们叫回干 甜只是说很甜 可是干就是越来越甜 所以我们说有些好的茶回干 为什么呢 茶不甜 可是呢 好的茶喝下去不甜 喝下去以后 经过喉咙到胃里面以后 就觉得有一种干味 就是回干 就是有一种清香味 带一点点甜的那种叫干味 然后黄连很苦 就同甘共苦啊 又是甘 就甜了 又是甘了 又是苦 就同甘共苦 冰糖煮黄连同甘共苦 所以有时候你讲说 我们两个这个同甘共苦啊 这个乱雄乱弟啊 我们两个冰糖煮黄连 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冰糖煮 哎呀 老哥 我跟你两个同甘共苦啊 哦 懂了 啊 饥了 十字五位 七字可及 为什么呢 这点故事 三国瘾 你们曹操吗 曹操有一天 那个打仗啊 也就是也没胜 也没败啊 这个继续打也没把握 这跟马超打的时候 这个退兵嘛 没面子啊 这继续打嘛 这个也没胜算 而且那时候又下雨啊 就是进退不得 然后那个他大将来吓胡敦 就说 哎 成效 怎么回事啊 看他正在吃饥了 所以那个曹操就说 啊 饥了 十字五位 七字可惜 这个饥了 这个写错啊 饥了嘛 就是肉也不多 肉也不多 因为这古人嘛 这个是难得吃肉嘛 吃肉香嘛 饥了的肉又不多 旁边一点点肉 吃起来肉味不够 可丢掉了嘛 可惜 还是有点肉 就下雨了 哦 我懂了 啊 成效就想退兵啊 这个 讲是讲是吃鸡肋啊 实际上说这个 这场跟马超战争打下去 没什么意思 然后 他就自己 回去他的营房 就跟他自己的兵啊 说 啊 退兵退兵 收拾包裹 收了 结果曹操后来 那个夜里啊 提那个斧头去巡视 一看 哎 什么 夏侯敦啊 哎呦 这这个兵啊 什么是打包啊 就说 把这个兵抓过 哎呦 为什么要退兵 为什么要包 我们的老大 夏侯敦说 要退兵啊 就超超假装要杀 夏侯敦说 你违反军令 我也没下退兵 就夏侯敦说 你吃鸡肋嘛 实际为吃 其实可惜嘛 就是这样打不下去 你吃早退兵 就超假装要杀他 就是这个鸡肋啊 当然 夏侯敦是他的败把兄弟 不会真的杀 他就又怪怪罪杨修 那个倒霉鬼 杨修一个才子啊 狗咬吕洞兵啊 不是好人心 吕洞兵是仙人嘛 神嘛 仙人嘛 做好事嘛 游戏人间嘛 那狗不认得他 以为是坏蛋咬他 所以不是好人心啊 吕洞兵下来做善事了 顺便这个环游世界啊 到处看 狗咬吕洞兵 咬了一个神仙 咬了一个仙人 咬了一个好人 不是好人心 那唱歌不看歌本 因为古代有时候歌本啊 这个歌词啊 跟谱都在上面 这个歌词 你这个歌不是很熟 那你一开始唱的时候 你要看那个歌词啊 歌谱啊 结果你不看就离谱 离了那个音乐的那个谱啊 音符啊 乐谱啊 离谱啊 就说 你这个人真的唱歌不看歌本 你说 什么意思啊 我唱歌干嘛看歌本啊 卡拉OK上面就有字啊 有字 他说 阿布萨离谱的意思啊 唱歌不看歌本 你骂一个人 他说 哎 他说我唱歌不看歌谱 什么意思啊 去旁边 拜托 他在骂你 说这件事情太离谱了 哦 原来被骂了 那尼菩萨过江呢 那菩萨 有的是那个 有的是石头做的啊 有的是这个石灰啊 什么做的啊 有的做木头啊 都没事啊 可是 有的是用泥巴做啊 泥菩萨这个 泥巴做的 这个一碰到水啊 就化掉了啊 所以这个如果是泥雕塑的啊 泥巴嘛 那有的时候泥做的很硬啊 可是碰到水以后 它慢慢融化啊 所以这个 如果泥做的 泥土做的菩萨啊 过江以后 哇 它自己化掉 它自己都难保了 那没办法保佑人家啊 所以你说 哎 我说这个 哎 某某人啊 这个 啊 我最近老板对我有点意见 你帮我去关说几句吧 化解一下 就说 拜托 我也是黑人啊 为了黑的不得了 我都自身难保了 我还保你啊 再把我去讲更糟糕 出太阳下暴雨 啊 有的时候就叫什么阴阳天啊 还是什么 就是一下出太阳 啊 但是一下就下雨 有这种天气啊 很怪 有下雨 可是出太阳 这很少啦 但是有时候真的碰到假情 假装晴天 这个晴是晴天的晴 就是后来就变成假情啊 那后面就是变成假意啊 出太阳下暴雨 这个晴天是假的嘛 还是下雨啊 或者是太阳出一下 待会又下大雨啊 这是假情 假的晴天 假情 假情假意啊 比如说一个男的啊 这个对一个女的很好 那女的说 哎呀 算你 你看起来对我很好 你是出太阳下暴雨 那男的说 干嘛 你是说我是太阳吗 我一下子就很温暖一下太阳一下暴雨啊 旁边有一个女的说 拜托 她说你假情假意啊 对她不是真的 因为为什么 你对她很好 下午 昨天我又看到你跟妹妹在一起 这是假情假意啊 这个三批啊 脚踏两条船啊 劈腿啊 假情假意 白米赛跑就分秒必争嘛 你要是跑着 麻辣松没差 差个几秒没差 白米要那开玩笑 那不只差一秒 差零点几秒 分秒必争 啊啊 江泰公 啊 啊 江泰公啊 就是江泰公啊 啊 叫芸啊 啊 江泰公啊 啊 就是江紫羊啊 他本来姓吕 姓吕 讲错江旺 不是吕旺 江旺他姓江 江太公叫江旺 他钓鱼呢 他在渭水边钓鱼呢 就钓鱼以后呢 结果他很穷 到八二岁了都没钱 结果那个周文王 听说他那时候想要灭掉商朝 武将是有 可是宰相没有 大臣没有 就听说江太公不错 就跑去跟他聊天 就一看渭水边 江太公钓鱼可是没有线 他说硬着没线 愿者上钩 想上来就上来 不上来没关系 我这个不是没有线 你要说好气味 就愿者上钩 江太公这个周文王 你自己来啦 我没叫你来啊 你自己愿意上钩啊 结果这个江太公 结果后来就一了 发现江子雅 这个文才武略都有 就请他去当了 所以那个 所以那个 风神堡里面就讲 说江太公 江子雅 年轻的时候在那个 在学学那个 稻树跟那个 原始天尊 他们在学 然后后来下山呢 就樊臣 樊臣这个尾料 然后原始天尊说 那你要帮助周文王 就派他下来 就说你就回去吧 你还有使命未了 就回去以后 结果娶了一个 原外的女儿 一个新马的 结果做什么都不顺 就那个他太太说 哎呀跟着你真倒霉 做什么都不顺 就时来运转 就是运气还没 人就运气没到的时候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很多都天注定 时候到了 挡了挡不住 这个机会没到的时候 你拼了命 老命也没用 所以有人做生意 奇怪 很努力 结果垮掉了 有的时候莫名其妙 又做成功了 比如有人来帮忙啊 或者时事很好 或者莫名其妙 所以有时候 就是要认天命了 命中有没有 结果后来 就他老婆马氏 就跟他离婚了 受不了 结果呢 隔了多少年以后 被周末王 请去当宰相 哇荣华富贵 就他太太 这个马氏 又改嫁了 人家就说 哎呦 你前夫啊 很厉害啊 现在风光 不可能不可能 我这个老公江子牙 这个一辈子求命啊 就后来去看 哎呦 真的是 自杀了 受不了 哎呀 只要后悔 那孙二娘开店 这是那个 水舞传里面 孙二娘母叶叉嘛 就是在那个武林绿林中人士 开店 开那个这个 卖人肉包子 这个开黑心的店 就是谋财害命 那赛王施马呢 赛王施马 他施了马 结果后来又 又得到好处 就说人有的时候 你失去一个 也不一定坏 得到什么 也不一定好 比如你中乐透 结果马一大堆来跟你抢 跟你闹啊 什么东西 升官 就一大堆嫉妒你 想排挤你 有时候运气一下不好 可是这是在基伏嘛 在这个城前嘛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赛王施马 颜色飞幅 或者老子讲 福西或所以啊 什么东西 所以有的时候 好就是坏 坏就好 但这个道理很深啊 一般人没办法体会 反正就是人 有时候风光嘛 就是你风光 我们比如说那个 这个 这个韩国瑜 哇 这个选公司啊 一下子啊 那十几年 这个 十几年没做事 哇 一下子红的不得 到处到国外参访啊 简直是台湾的救星啊 蹦蹦一下子 被罢免掉了 当然有很多原因啊 就是赛王施马 验这部分 有时候 你看起来是好 可是树大招风 接下来摔得很凶 飞得越高 跌得越凶 有时候你说倒霉几年 像那个 李安 好像六年吧 在美国 没事干 就后来一向红啊 这个 拍了这个喜宴啊 推手啊 又 后来又拍很多大片 结果又红了 那我们这边 顺便介绍一下呢 就说我们这边 是江太公啊 什么的啊 就是中国有些 那个张魁小说 中国很多的文化 很多的成语 都从这边来 而且本身故事 很好看 你看 有什么呢 张魁小说 为什么叫张魁小说 第几章嘛 第几回嘛 叫张魁小说 就小说 风神演义 或者叫风神榜 黄龙梦 三国演义 水浒传 当然这些知道 有些后面可能不知道 金平梅 听过 静花园 好像没什么听过 西游记 恩女英雄传 也叫做金语园 如临外史 官场现行集 省市因缘传 聊灾致意 西乡集 哇 怎么那么多啊 真的很多 这边还没写完 后面还有太多了 不想写了 东周列国词 当然有名的都在上面了 崔唐演义 本来叫三峡五一 后来叫七峡五一 也叫中烈 峡一传 施工转 等等 那我现在有13个 一些视频 大部分是讲英文的 当然这个 尝试保留是讲 中文的 一般的这个 尝试 那麻烦 大家觉得不错的话 就13个 全部按 订阅 不要只按 这一个 全部都按 下面有连接 所以我们这边 找一点知识 就是这个尝试 至少你听过 这些中国张会演义 张会小说 然后你大概 至少 就两个啦 第一个就是 至少作者是谁嘛 什么潮的人嘛 大概内容嘛 就基本上长一点常识 风神演义 他做 也叫风神榜 这很多的电视剧啊 电影都演了 明朝的许仲林 大家很多没听过 明朝许仲林 但另外一说 陆熙星 这两个都有讲了 两个都明朝 有的那个 有的你去书店买 有大部分现在是讲 陆熙星的 但有的也是讲 许仲林 反正二者选一 因为你说搞不懂啊 因为古代也没有印刷 也没出版社 他就是写了 写了 放在家里很多年 然后后来子孙啊 朋友啊 才拿出去 然后到最后 反正搞不清楚谁写了 他不是一写就有名啊 有名是后来有名啊 前面写的时候 根本没人看了 像那个 像那个 红楼梦也是 曹雪芹写了以后 根本一辈子不敢拿出来啊 不是说马上 写出来就拿去 印刷厂去印啊 不是啊 古代没有 没有那个东西啊 毛笔子写了 写了很多年 写了三五年 七八年 十几年 写完以后摆着 也没有什么印刷 而且里面有些讽刺 实事也不敢印 反正很多都是 死掉以后才有名啊 像那个 范古也是 活的时候 这么 话卖不出去 穷死了 儿子也没赚到 孙子赚到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 我们现在觉得 啊 这有名啊 赚翻了 没有 苦掉了 没赚到一毛钱 封神演义 就是讲那个 封神堡里面 蒋子呀 封神啊 一大堆怪力乱神 就是 商朝末年啊 周朝 那个时候 封神堡 很神奇 那红楼梦当然有名啊 曹雪芹啊 里面写的啊 就是很多人认为是这个啊 就是那个 家宝玉就是曹雪芹的花生 曹雪芹真的有钱 小时候有钱 但是大概五六岁后 家里被抄家 被雍正抄家啊 他雍正爸爸 这个康熹 因为康熹生这个 雍正 雍正生这个乾隆 康熹还去过 他是家里做 江宁制造厂 专门那个 做纺织 做衣服的啊 但是不是公益老百姓 公益给皇家 所以那个 康熹的时候过得还不错 结果后来因为贪污了 贪污以后就被那个雍正 因为雍正那时候肃杀 这个是 就像那个中国大陆 习近平杀来后反贪了 就全家抄家 所以康熹就 儿时的记忆 写下来 红楼梦 红楼梦以前没有名啊 你说红楼梦太有名了 清朝的时候没有名 民国初年也没有名 是谁把他弄有名的 胡适 胡适最喜欢考证了 胡适大学问家 这个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啊 这个哲学啊 非常厉害啊 他又上导白花文运动 很厉害 可是他是一个 新代 胡适是一个非常新朝的人物 又是留学 他有三十个 所以上次有个朋友说 哇 胡适有三十六个博士 哇 全世界第一 我就跟他讲说 讲实际上讲 没错啦 他真的三十六个博士 可是你也不要讲嘛 这样讲的话也太夸张 哪有人一辈子 而且他三十六个博士 也不是说 七八十岁 有时候中年的时候就有 那哪可能啊 一个博士拿个两年三年 三十六个了吗 要一百多岁啊 那叫名誉博士 名誉博士 也是叫博士 没错 可是他就不跟我们一般正式 要写论文啊 要经过口试啊 什么 那个就不一样啊 所以我们一般讲 博士 就是要你真的 有文凭的那个博士 那名誉博士 当然可以提啊 那你要讲说 他 胡适就一个博士 而且他博士还分段啊 他去美国那个念的时候 没有拿到 后来又隔了十几年才拿到 隔了很久 到中年才拿到 我觉得他是一个 什么什么博士 可以 但是你可以说 另外他也拿了 五个八个名誉博士 可以这样讲 但你不要说 他有三十六个博士 人家听不懂 哎呦 哇他怎么拿的啊 一个博士 至少两三年吧 他是同时念好几个 怎么有三十六个 不是名誉博士 三国演义是罗冠宗 明末清楚写的 三国演义 大家都非常了解 但是你不要相信他 相信一个三层就可以 这大时代的背景啊 人物都有 但细节 假 这是什么孔明 草串借鉴啊 什么是一大堆的 贾力 官公也没那么厉害 也没那么中意 正史上那一根 曹操乔女人 都有 张飞也不是老初 他是书法家 有学问 草字写的很好 所以三国演义 相信个三层就可以了 水浒传呢 水浒传就是 可靠性更低了 而且版本太多 而且水浒传只是七十回 他本来一百二十回 到最后啊 武松啊 被这个去争方 方辣 手被变独臂下来 一个手被断掉了 一大堆人都死了 那个后来就 大家没有看嘛 都不知道 因为被金圣探 一个大的批评 叫金圣探 删掉 删掉七十回 不然你后面一看 哇 怎么一百零八零 好像死了一堆啊 然后又瞎咽啊 又什么独臂啊 又怎么样 有的被俘啊 后面就差很多 一般认为是 都两个原末名出啊 施奈安他写的 罗冠仲整理 他说罗冠仲很厉害 你看三国研议他有份 水浒传也有份 金品梅 这个是托名嘛 一看就托名嘛 本人搞不清楚了 因为金品梅里面写 男女关系写很多 用本名怕丢人 所以又有个笔名 蓝铃肖孝生 明朝的金品梅 就讲那个水浒传里面的 那个 潘金莲跟西门庆的故事 这是古代认为是 色情小说 情色小说 西游记当有名了 吴才能在明朝的 当然假的 当然山藏 坦上真的有 但是叫玄庄 玄庄法师 其他什么孙悟空的 胡扯八道 没这个东西 而女英雄传 这民间的故事啊 里面没有什么大官啊 没什么文称武将 就讲那个 十三妹的故事啊 他是那个 清朝八旗子弟 一个叫文康写的 他也叫金义元 而如令外史 也是讲那个 清朝的一些 这个读书人 读书人的生活啦 考试啊 念书啊 点点滴滴 无禁止 如令外史 这个是 也是蛮好看的 观赏现行记 就讲观赏的黑啊 哇 写的实在是 太生动啊 晚清了 李家宝写的 哇 简直黑的要死啊 所以你去看那个 真是太黑暗了 其实联系剧里面 可以从那个 如令外史啊 观赏现行记 但是很多 电视公司啊 他也没念书 也没念书 就像说 我们说 黄飞鸿厉害啊 霍元甲厉害啊 其实真正第一高手 没写啊 第一高手没写啊 第一高手 那个叫什么名字啊 那时候有几个高手 这个霍元甲跟那个 都有啊 那个叫什么 什么唐啊 你怎么一下子忘记 那真的高手 而且真的 一个人就是 五个日本高手 去打他一个 他说不用打了 你们的五个人压在我身上 这名字怎么一下子忘记了 很熟啊 这一下忘 就是一下子崩一下 五个人就弹掉 那真是高手 所以那个 所以电视公司也没念书 也不知道 真正高手没去写啊 当然霍元甲跟那个 黄飞鸿厉害 可是黄飞鸿他是广东石虎 他还是广东的石虎之一 那个 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唐啊 那个第一高手 那这是 那等于是中国第一高手 奇怪 电影电视没有演过他 当然 《行事因缘传》啊 这个 这是笔名 你看就是笔名嘛 西州生 清朝初年 《行事因缘传》 在男女关系的 因缘的 而了在之一 就是很多故事 就从这边 电影有很多啊 就是什么 胡仙啊 像那个 像那个什么 有时候 都忘记啊 那个 那个 演的那个 叫什么 反正了在之一 就书生啊 碰到胡仙啊 碰到鬼怪啊 蒲松林啊 就倩女幽魂传 倩女幽魂传 就是从那个 聊哉之一那边出来 什么姥姥啊 什么 就聊哉之一 专门讲的鬼怪 胡仙啊 这些东西 西仙记 西仙记它本来不是小说 不是张辉小说 它是原曲啊 当然 最早是好像唐代吧 唐代的 最早 然后到了元末的时候 到元朝的时候 王师傅把 他是那个 跟那个 四大 元代四大 戏曲家 他是其中一个 东周列国字 就是 于少渝 明末写了 东周列国 这也很好看 东周 就讲了个春秋 这个春秋五八 他主要是讲春秋的时候 很多故事 就了解 了解那个 周朝末年 这东周嘛 最早是西周 西周太久了 东周 已经到春秋时候 春秋后来才战国 那虽然演艺也很好看 什么罗通扫北 什么的一大堆的 楚人祸 清朝 七侠五一 本来叫三侠五一 还叫七侠五一 就包工啊 那电视就改变什么 包工 包清 年载七侠五一 七侠五一 当然七侠没有包工 五一也没包工 可是包工是一个 重要嘛 龙图阁大学是真的有 真的有包工这个人 其他什么白玉堂 什么展昭 就从这边来的 清朝一个叫 施玉坤写的 施工啊 这匿名啊 不知道谁写的 清朝施工啊 判案 其实清朝那个有 好像有几个 有十个 十大那个断案 除了 兰工啊 拉施工啊 刘工啊 鹏工啊 一堆 就讲到这里 这是我13个音乐视频 麻烦就全部都订阅 一直订阅13个 所以这一集 我们顺便讲一下 这个提到一下 中国的张会小说 风神演义 红龙梦三国演义 水舞传 金瓶梅 净华源 净华源很神啊 它里面像百科全书的 这个 这一般人 很少看到这本书 那个 当然东西也太多 哇 里面的那个资料啊 这个 等于是把中国所有的 这个 还包括科技 全部写一遍 这个 那个作者 不知道谁 不是 就是不知道怎么写的 李鲁正 不知道怎么写的 那个里面 资讯啊 信息量太大 吓死人 里面还有一点 类似 他有点学山海经 里面很多 这个什么 巨人国啊 什么胆眼的国家啊 黑瓷国啊 因为他到海外去 去游览嘛 所以这本是奇书 一般人可能接受不了 这个脑袋 脑洞不够大 这个脑洞大一点 才去看 西游记 和女英雄传 如临外史 观赏现行记 寻世音源传 聊灾致意 西乡记 东州列国志 这张演绎啊 三峡无翼 或者后来叫做 七峡无翼 他有不同的版本啊 后来新的版本 叫七峡无翼 施工案等等 好 这期讲这里 好